The 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 Institute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0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jointly to Harvey J. Alter, Michael Horton and Charles M. Rice for the discovery of hepatitis C virus. 評讲委员会表示,哈维·阿尔特·查尔斯·瑞斯和英国人迈克尔·霍顿三位科学家的发现,意味着人类拥有了完全消除C型肝炎病毒的可能性。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大会将授予获奖者约110万美元,并称对C型肝炎病毒的发现解开了剩余的慢性肝炎的原因,也让血液测试和研发新药物成为了可能,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尽管今年的诺贝尔奖会照常颁发,但新冠疫情已经对此产生了影响,诺贝尔基金会取消了12月的传统宴会。 往年,这场宴会是庆典的核心部分。 今年,基金会将不会在斯德哥尔摩的现场,而是通过电视转播颁发奖牌和证书。 如果疫情大流行减轻的话,今年的获奖者将与2021年的获奖者一同参加届时的庆典。 医学奖是每年第一个颁发的诺贝尔奖。 自从1901年来,诺贝尔奖颁发给科学、和平和文学领域的获奖者。 这是发明家和商人阿尔弗瑞德·诺贝尔的遗愿。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是什么地方?